A2聊四季 天地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人對象為精人 正常比賽也是天地的阿拉布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的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也是我們知名的選手MBL 法蘭克人的特色是他的吃果子的速度 非常的快速 而且他的騎士有血量加成 到了第一龍世代的遊俠可以高達192滴血 我們俗稱的192遊俠 那法蘭克人的主要打法 是要打這個槍兵配上遊俠的部分 攻兵路線稍微弱了一點 雖然城堡時代可以稍微打下弩兵 但是到了地龍時代沒有槍弩沒有三級射 也沒有三級的弓兵鎧 即使打戰毛兵也是很難反擊回去對方的弓兵 所以通常要打對方弓兵的話 只能靠火炮或是投石車 甚至自己的遊俠進行反擊會更適合一點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微精人 那微精人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 是有免費輪軸技術 還有這個手推車 所以他的經濟來說 是會比其他文明還要再更好一點的文明 那微精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步兵血量特別的多 那他的工兵單位呢 也是比較厲害一點的 他的步兵喔 步工兵的部分 是有這個傷害加成的 只要到了帝王時代 連殺了這個金冠技術之後呢 傷害就會再多加一攻 攻擊力可以打到11攻 但是他沒有拇指環的關係喔 所以通常會打輸有拇指環的文明喔 這一點可能需要注意一點 那微精人的騎士呢 雖然他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品種 但在一些特殊的一個情況下來說 他在城堡時代爆馬的這個馬的數量 通常是不會輸給對手的 因為他經濟真的很好 如果有玩過常玩微精人的話 應該會知道 微精人這個爆馬來說 其實也不差於其他馬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這個黃金框在左邊喔 果子在上方 那下方有黃金 看起來還算OK的喔 因為黃金至少下面還有一個 是可以當作防守的 但以微加的角度來看喔 他是超級不好為的 這個地圖非常大 很難為死的 那這樣就更考驗 防守的一個問題 那目前看到要防守的話 成本來說還是偏高的 對於微精人來說 是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地圖分數喔 大概只有三四十分而已喔 那來看一下 法蘭克這邊 法蘭克的這邊 經濟來說 唉唷 果子跟黃金都有點偏後方喔 而且他一塊附近在右邊 還有一個在後面喔 整體來說算不錯 但一樣喔 跟微精人都是一個 不好為家的一個地圖 大致上也大概是 四五十分喔 鬼微精人好雷一點點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 果子跟黃金有點偏後方喔 而且後方這塊木熟非常的厚 好 目前看到法蘭克人 已經點下了織布技術 準備要來升級了封建時代 好 兩邊都是升織布 準備了一點封建 那目前法蘭克這邊是打的是十八匹 然後吃果子的開局 好 那待會再兩隻吃完 也可以考慮去吃果子 或是趕快伐木 這邊木頭有點缺喔 待會要先補個軍營 然後再要下馬就喔 木頭是需要350木頭 所以這邊要趕快 去把這個木頭給撐起來 好這邊補了一個軍營 這邊看到 微精這邊是棒棒開久 那微精的血量加成喔 他的這個血量加成喔 是要到封建時代開始才會有 所以現在還是40滴血 到了封建時代他就會自己up上去 好變48滴 OK 微精人這邊48滴血的棒棒 下了一擊 伐木 這邊法蘭克人拿出了槍兵防守 那槍兵這邊防守有個特點喔 打對方弱馬很好用 而且他的傷害喔 比冥兵來說只差了一攻喔 那血量來說是跟冥兵差不多血量 所以槍兵來說只要按一些數量出來 可以稍微跟對方民兵打 當然以正面打久了還是會打輸的 所以還是要靠自己的弱馬去補些傷害喔 那MBL是沒有打算用自己的弱馬去解決民兵的 而是用自己的弱馬去騷擾對方的村民 那微精人這邊也是有用槍兵在家裡防守的 OK 兩邊都是用槍兵防守的狀況 哇 你看這邊槍兵戳民兵 還是戳得贏的 這就是我說為什麼槍兵打民兵很好用的原因 其實只要看記憶體來說 還可以暫時打回去的 欸 插一槍 哎呀 好極限 剩一滴 好 那看到微精人這邊的轉法 是打一個弓兵 那MBL這邊弱馬 雖然第一時間來趕到下方這個位置 但村民進為死了 目前這位選手呢 殺了他的名字我不太會念 但我也知道他是一個非常強大的選手 他的分數我記得有到2500分以上 分數其實跟MBL他們是差不多的 也是非常頂尖的一位選手 那看頂尖選手玩微精是一件非常 算是對我來說很療癒的一件事情 像viper他們玩微精的時候就會發現 哇 略然讓這些職業選手 選到一個經濟這麼好的文明 他們打出來的戰術是完全不同的 就會覺得我跟他玩的是同個文明嗎 這種感覺 好 那目前看到 微精人這邊存了四隻工兵 但還沒有準備出門 那有可能這邊是想要等到 補下兵工廠之後才要出門 也說不定 那兵工廠這邊也沒有打算第一時間下 反正是要先撒一些農田 先撒個一圈舔 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這邊又在少量騷擾當中 這邊牆壁要戳到了 哇 一槍同死 好痛 好 MBL這邊並沒有馬落馬 繼續往前送 他這邊應該是想要來賭 對方的工兵過來的路徑 所以現在是變成轉手為攻 把自己家裡大爆圍 那大家有看到這個違法真的是 有夠 有夠大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地圖分數這麼低的原因 要防守真的是不容易 好 那目前看到 微精人點下了兵工廠之後 果然點下了一擊射 那有一擊射之後也沒有急得出門 這邊等著可能是要等對方出來之後 才要用自己弓兵先把對方打回去 那MBL現在不知道對方裡面存了多少工兵 有點試探性的過來看一下 對方的一個工兵量狀況 那MBL這邊的毛兵也沒有停 而是繼續按 這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只要毛兵數量夠多 就不用擔心對方投了多少的工兵 好 這邊打一下射箭場 想要把裡面的兵逼出來 看裡面到底裡面有多少工兵 好 把所有的工兵放出來 看到了大約7隻工兵左右 好 這邊被射掉了一隻槍兵 好 繼續硬敲這個射箭場 給對方更多的壓力 但MBL這邊沒有點下一擊射 所以現在手有點短 沒有辦法即時反擊對方的工兵 好 這裡還補下了一擊的工兵鎧 等一下 那維京現在這邊有輪斗技術的優勢關係 所以他現在可以 經濟自己再好一點 好 趕快補下更多農田 現在先不用這麼的積極去反制敵人 但是我覺得後面要補一個射箭場 因為這邊射箭場可能會有點扛不太住 好 但工兵數量來到了7隻 但對方毛兵現在有高地優勢 所以很容易被換掉 好 這一點是 維京這邊要注意的事情 好 那槍兵沒有辦法打到對方的弱馬 好 趕快補現毛兵出來 而且有工兵鎧甲 稍微擋一下 好 法蘭克這邊補下輪走技術 哇 補的時間非常好 這個時候先補的話 城堡是在升起的時候 就可以吃到輪走技術的紅利了 哇 這邊射箭場果然要被打掉了嗎 血量剩下240幾滴 這邊維京想要用自己的弓箭手上高地進行反擊 但這個上高地感覺並不是明智之舉 哇 直接應戰啊 這個毛兵一定打得贏吧 毛兵怎麼可能打不贏弓兵呢 繼續換 但是對方有高地優勢 毛兵沒有辦法一發直接擊倒一隻弓兵 所有的弓兵血量非常殘 對 一定是打得贏的 他是 示弱一下 並不是真的打不贏 好 這邊毛兵應該是要被換掉了 目前MBL這波壓制打得非常好 夠量也可以頂下城堡時代 好 這邊稍微把這個射箭場 血量拉高了一點 後面補下了一個市集 後面補的是馬舅 而不是射箭場 圍巾看來還是有意喔 可以想要來打騎士喔 跟法蘭克拼騎士 有點在挑戰對手的感覺 這就蠻有趣的 好 圍巾這邊補下了一擊農田 稍微加速一下 應該是會打掉這根射箭場 MBL繼續攻擊 也沒有想要去打側翼 這個旁邊木牆他沒興趣 他對這個射箭場更有興趣一點 好 補下了雙馬就 準備要來上城堡爆馬 但現在有三片田被控 所以待會騎士的產呢 大概四到五隻喔 就是極限 除非後面再多灑一點農田 但他這邊應該不會再灑了 因為待會的木頭 是要拿來去蓋城鎮中心的 好 升到城堡時代的圍巾 補下的是雙騎士的升級 但是沒有先馬上點下二級的騎士鎧甲 先補下了二級伐木 還是比較注重經濟型的打法 好 看到升到城堡時代的圍巾人 MBL把自己的兵友全部往回側 好 怕騎士一出來就被抓包 好 工兵過來救一下 好 這邊直接注定 城堡中心 增加箭矢的傷害 法蘭克這邊也是第一時間 轉出了騎士進行反擊 那法蘭克這邊騎士的優勢 就是自帶20%的血量加成 所以現在血量是120滴血 讓法蘭克人處於一個蠻舒服的狀態 天生就有這個品種 那圍巾這邊騎士呢 血量只有100滴血 血量差20滴是差蠻多的 好 這邊追一下 但有兩隻老頭 完蛋 這個要被抓掉了 要不要滴 哇 一隻被抓到 哇 一隻被抓到 有點可惜 MBL這邊打得很不錯 兩隻老頭招牆速度非常快速 本來運氣好的話 他可以兩隻都可以拿得到的 這邊稍微補一下單位的血量 狀態全滿 下方落馬去探一下路 看一下圍巾的軍隊還在自駕外面 但圍巾這邊已經3TC開龍 利用自己的免費輪軸 輪軸跟手推車的技術 經濟來到一個巔峰 但是MBL這邊是打一個注重經濟型的打法 手推車也補了 二級龍 二級木都補了 甚至比圍巾喔 多補了一個二級龍 打得算是偏龍的開局打法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經濟喔 目前MBL這樣打的話 經濟差距應該不會輸太多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圍巾這邊大部分的資源 還是贏到MBL 但是史物上面來說是輸了600 黃金則是輸了大概也是600 木頭的話是贏100 總體看起來兩邊是差距不遠的 圍巾這邊擁有的優勢 大概只贏了三四百資源 目前看到法蘭克人這邊是補下了肉馬的升級 還有耕種技術 增加一下騎兵的跑速 按了四隻老頭 開始要進行潛壓 五隻 那法蘭克人這時候可以開始挖石頭 因為他的城堡時代 也有城堡的減免喔 記得是減免15% 地獄時代則是25% 就算是最近喔 對法蘭克的一個NERF 不然他的城堡造價實在太便宜了 好 法蘭克這邊轉出了戰毛兵 還有神聖思想 路過聖物不撿一下嗎 是我的話就想撿一下 但這邊MBL是想要把自己的戰力全部集結在一起 好 這邊把血量拉起來 好 左邊再開個城陣中心 目前看到大軍將近 維京這邊要怎麼打呢 這邊如果用騎士扛的話會被招強掉 如果轉槍兵的話會被戰毛給打爆 這一點讓維京這邊非常難受 那本身維京人也是一個比較不能用老頭科具去反制對手的 維京人的修道院科技是非常缺乏 好 那這邊打算要使用投石車去找後面的戰毛 騎士的部分要怎麼處理呢 也用老頭嗎 好 結果老頭直接被弱馬給擊殺掉 這一波MBL打得不錯 但是有點把自己的弱馬全部送掉這樣不太好 好 召到一隻騎士 不錯 這個騎士要不要低調 nice 這個低調了 好 那你就可以成功擊殺掉對方之騎士 自己轉出更多的攻城性 開始升級步兵鎧甲了 如果用自己的頭車去壓制敵人 然後用步兵這個長槍兵進行反制的話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這邊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才可以讓這個步兵可以成型起來 那MBL這邊可以趕快繼續 去佈下更多的肉馬 或是更多的 投石車或工程器 進行前壓會更好一點 當然也可以單純馬爆直接壓制 但是單純馬爆真的要小心對方 展出大量長槍兵 畢竟維京人的槍兵血量是最多 66滴血 這方面不太好應付的 好 這邊補一根新的城堡 好 這裡老頭會給維京人安全的蓋好嗎 OK 這邊決定拉走 不開打 好 維京這邊的頭車槍兵路線 快要慢慢成型起來了 目前經濟來說 是維京人這邊暫時領先 103村 對上89村 那法蘭克人在那邊也補了一個城堡 想要讓對方去B站 但維京人這時候已經補下了一根城堡 暫時沒有辦法可以去反制回去 補了一根防禦箭塔 這應該是廖望塔 這是防禦箭塔 好 正面三隻老頭直接招翔 騎士 三隻騎士直接被招翔掉 後方展出了一些維京狂戰士 開始反擊當中 好 蓋好箭塔趕快收穿 但是有些村民還是沒事做 後面箭塔還在繼續輸出 但是正面投石車已經被打掉兩胎 法蘭克MBL這波打得很好 所以根建塔應該是可以穩穩的騎起來 好 那這邊村民待會要怎麼逃呢 要往左逃嗎 好 這裡村民被打出來 趕快再躲到裡面去 但是這裡面只能容納14人 15人 前面有14人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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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走啊 這邊城鎮東西沒救了 對 往左跑 對對對 這個太危險了 好 這裡也要補一個房子喔 這裡被挖出了一個洞來 目前MBL這邊經濟是還不錯的 已經點下了帝王十袋 維京人這邊升帝王十袋也是隨之趕上 大概 差了一分鐘而已 但目前維京這邊 並沒有辦法把自己的石頭控下來 稍微危險了一點 待會要趕快往左邊挖 對 這邊石頭趕快挖一下 好 這邊直接衝進去 但是已經轉出槍兵了 應該是可以輕鬆守住 這一波的騎士招了 好 但 槍兵的數量不夠多 稍微拉扯一下 好 在慈喪前 先解決掉一坨騎士兵團 後方又來了一些肉碼 好 就抽到了這些騎士的正面 這一波騎士送的有點快 哇 感覺沒做到太多事情 就送光了 MBL這波送的其實不太好 如果能保留那些騎士的話 待會升到重裝騎士 甚至遊俠 保留一些戰力可能會好一點 畢竟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好 這邊升到帝王十袋 趕快按下巨型投石機 還是MBL這裡並沒有想要反制呢 這邊巨頭沒有在按喔 好 那目前 維京這邊也是按了一些騎士 砍了非常多的村民啊 這兩隻騎士殺了十一隻的單位 八隻村民 三隻軍事單位 哇 沒想到MBL在專注在控家裡的時候 家裡自己也BBQ了 這個是互相傷害啊 剛剛我們也沒有看到 那目前看到維京這邊村民差距來到96村 對上131村 村民差距約為32村左右 維京已經來到了頂峰 但是科技單位還是要趕快升一下 三級的步兵鎧甲 還有三級的攻擊力 還有這個維京狂戰士的升級 也要考慮要不要升一下 那遇到法蘭克這個文明喔 其實可以直接考慮打這個劍兵勇士喔 加槍兵的路線 維京狂戰士他是沒有軟甲技術的關係喔 吃不到軟甲技術 所以他的一個正面扛線能力 沒有像劍兵勇士這麼好 而且量產來說的話 劍兵勇士也比較好量產起來 所以我是維京人的情況下 維京狂戰士是不太會出的 雖然維京狂戰士走的比較快喔 但扛線能力真的是沒那麼優秀 這邊三級的步兵鎧甲 終於升級好 拉了一些騎士過來支援 左邊布了一個新的城堡 這邊直接控兩個金 控的很好 MBL這邊大軍往前推進 但是這邊防止圍的非常快 並沒有任何漏洞 讓MBL有機會可以衝進去 但是無三櫃開門了 開門 重裝騎士衝進來 這一波很傷 維京這邊雖然空到左邊的黃金 暫時還過得不錯 右邊的城堡也是順利拆除 但目前看到這邊的槍兵 直接上前硬戳 戳掉了巨型投射機 正面的城堡也趕快修理 但這邊趕快補下球長科技 但是維京這波也是被塗了一波村民 但村民術並沒有下降太多 槍兵及時回救 球長科技補下之後 自己的步兵 打騎兵單位 就會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那這個科技也是對法蘭克來說 是一個相當頭痛的科技 他不管是出維京狂戰士或是劍兵有事 打騎士都有額外增傷 所以打遊俠來說是不太好應對的 這一波交換看起來MBL 算是偏傷的 當然他利用這一波騎士衝進去 雖然損失掉自己所有的騎兵 但自己經濟卻是濃回到126村 經濟來說開始追上維京人這邊 這邊看到法蘭克點下了化學 可能是要來轉出槍兵了 這個火槍喔 火槍打步兵單位是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那維京人來說火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指腐兵其實也可以考慮的 但目前遇到維京這個打法的話 火槍可能會更有優勢一點 因為火槍射程更遠 那指腐兵的話還要升級這個指腐 指腐兵的科技喔 才會增加這個射程 而且攻擊速度來說的話 這個雖然比火槍快了一點 但終究是這個手短的問題 畢竟維京還是可以快速貼上來 好 維京皇男士看到這一坨戰保兵 直接上前硬貼 直接收掉 左邊這根城堡還在防守當中 但維京人沒有第一時間想要突襲正面的巨型投石機 好 游侠升級還有大概1分半左右 暗邊有囉 再囤個一波 好 火炮先轉了出來 火槍慢慢按了下去 這時候維京點一下了 維京狂戰士的升級還有三級攻 那維京遇到火槍的情況 通常只能正面擰壓過去喔 不然就是要轉強弩了 但現在轉強弩的話需要大量黃金喔 而且還要點下金冠技術喔 才可以變成完全體喔 投資的成本是非常龐大的 而且現在對方有火炮的情況下 轉出弓兵也不是那麼的好打 感覺正面突破是一個更好的決定喔 好 現在滿200人口 但維京這邊在等待三攻 好 看這邊打算不斷了 直接往前硬上 但是遊俠已經升級好 192遊俠加上維京狂戰士 還有重裝長槍兵 三方決戰 這一波決戰 遊俠直接被包圍住 被爆打一波 遊俠的劍狀感覺 沒有辦法打贏過敵軍 直接往後拉扯 這面的巨型頭子機直接被拆掉 但是步兵單位開始吃到神寶大量的傷害 損失的步兵單位越來越多 遊俠的劍狀看到對方有點 退步成軍 趕快上去補了幾刀 把這面的步兵全部砍掉了 那全部步兵砍掉之後 這邊的遊俠 就可以上前去解決對方的巨型偷襲 這一波遊俠打得不錯 MBL這邊兵分三路 瞬間收掉了三排巨頭 這個巨頭沒收掉被拉血 這4滴耶 不收一下嗎 卡掉了 後面有補過來更多的槍兵 還有圍巨狂戰士 背景這裡是補下了三級射跟化學 他們還是要轉下工兵單位 採取時間還需要強武的經濟 這邊遊俠往下衝 家裡的槍兵過來防守 這裡又開門讓遊俠衝了進去 對方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目前巨頭應該是守不住 再一發打掉 巨頭全部被拆光 情況下圍巾可能要撤離這裡了 這裡的黃金被MBL拿回去 會有點慘 這樣對方就有更多的 遊俠可以慘出來了 那右邊的戰線呢 MBL也是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防守了一下家裡的農地的問題 現在暫時右邊的問題不大 左邊的問題比較嚴重 因為這裡有兩塊黃金 這兩塊全部能挖完的話 經濟是非常補的 我已經只要一損失這些黃金領地 待會要轉出強弩也是非常困難 好 強弩升了上去 還有三級射跟蹤技術 下了更多的射箭場 好 右邊進攻 直接被遊俠反抄了回去 這部遊俠體質還是相當好 砸到了 好準 OK 法蘭克人這邊是 點一下的工程工程師 增加一下工程器的傷害 還有這個射程 後方的遊俠抓到挖守村民 遊俠一直有在做事 MBL這幾波打得還算不錯 沒有太大的失誤 該退的時候都有退 該進攻的時候也有正常進攻 MBL最近勝率也是一直往上飆 好 我們來看到這邊 遊俠再次往前抓到了一些村民 哇 這邊村民抓得非常漂亮 讓維建人村民術降至只剩下118吋了 正面單位轉出了一些強弩之後 沒有再繼續升強弩 因為他意識到環境已經不夠了 所以即使升完了所有的強弩科技 是有點小小可惜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 他要轉強弩的話 經濟投資喔 是會有點損傷的 最後還是轉出了戰毛兵 去反制火槍喔 好 這邊長弩兵上前 抽掉了一些遊俠的血量 那全部的遊俠的血量還是非常多 光正面這裡就有3400多的血量的遊俠 暗度非常的暗 但沒有強弩的加持喔 打這些遊俠會更難打 好 這邊狂人居出 槍兵的升級 趕快升 趕快升 正面這邊墓區好危險喔 在這個戰區伐木喔 海警第一排啊 哎喲 哎喲 火怕好準 哈哈 後方還現在有這個工程器的射程優勢喔 好 我已經這裡補下了三級伐木 但是又來到200人口 200人口趕快上前 趕快多打幾輪會比較好 趕快用自己的槍兵喔 去跟對方做交換喔 感覺他戰毛是不是按太多了 32隻戰毛 難道想用戰毛去點掉火炮嗎 有點吃力的感覺 好 後方城堡繼續維修 右上角只有少量槍兵進行騷擾 好 並沒有打起來 左邊還是主戰場 反而在後方補下了工程器的 連下的印刷技術 好 正面正面長槍兵 開始往前開頂 但正面的遊俠傷害跟坦度實在是太高 完全虧不成軍 反而這一波又拿下 拿下了正面的勝利了 好 我已經這邊再繼續補下更多的槍兵 那 法蘭克這邊點一下印刷技術 可能是要提防對方的一些工程器 例如 鐘頭之類的 違建人可以升鐘頭 但法蘭克也要點下475 最有俗思想 好 結果這邊是先決定要先拉老頭過來補下血 這邊遊俠血量繼續往上拉了一點 血量一直在往上升 好 那這邊又來到200人口 好 看一下槍兵要不要再上次往前 繼續衝啊 我覺得維京可以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 趕快再繼續往前 一直去送 但現在說優勢也別到優勢到哪裡去了 畢竟兩邊經濟都是全滿了 甚至法蘭克這邊的經濟庫存很多 3000肉 還有1500肉左右 但這邊不去換遊俠數量就會很可惜 左邊有少量槍兵在騷擾 好 但意義不太大 正上方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想要從這邊變成一個 防守點進行攻城 好 正面槍兵往上去戳 但是後方的火槍傷還是很高 但還是有戳掉一些遊俠的數量 這一戳 戳的數量還是不錯 戳掉了一些遊俠 但後方的巨銀頭司機 沒有槍兵防守 這一波一上來 兩台巨頭可能還是要被拆掉 槍區補了過來 這一波有點虧不成軍 遊俠要順利突圍成功 剩下28隻的遊俠 還在努力進攻當中 這邊直接兵分三路 正面左邊右邊 正面直擊到了 威靖的經濟伐木工 好 這裡補下了更多的槍兵過來 但是威靖這時候打出了GG MBL最後一波的衝鋒打得很好 雖然還是損失掉了一些遊俠在這裡 但最後還是成功拿下了 威靖的正面的防線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威靖人拿下了 石物跟黃金的勝利 石物跟威靖人其實差不多 但是黃金的部分 則是贏了快要7000甚至8000左右的黃金 非常多 木頭跟石頭部分都是差不多 木頭大概輸了3000左右 以這場看起來 真的是威靖人沒有打出自己的經濟優勢 那也是因為 法蘭克的經濟本來就很好 前期有這個骨質加成之外 後期還有免費的三級農 讓他這個農田 木頭的需求量降低非常多 甚至讓自己的肉量升級 也不需要花費太多的科技 去點這個經濟科技 那威靖人這邊 則是有點小小可惜了一點 左邊這邊 剛剛是有一度可以拿下這塊黃金的話 轉出強弩的話 勝率就會非常高了 但很可惜 這波並沒有守下來 剛剛有點想要兵分兩路 反而有點似得其反 讓自己的左邊戰士 完全潰不成軍 讓對方的優小有一度 可以直接衝上來 拆掉所有的巨頭 只要被拆掉巨頭 讓對方轉出火炮 基本上 攻城就沒有希望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